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杜华说,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大家可以帮忙点赞订阅还有按小铃铛哦 这场比赛我们来看的是鹰准备的牛津联队对阵客场的阿珊娜 牛津联队呢是这个鹰甲赛事的第15名 阿珊娜呢是鹰超的第1名 我们可以从这个排名单中来看两队的差距 牛津联队呢是在鹰甲的第15名 所以看到了在鹰甲当中也并不是优秀的球队 那么阿珊娜呢是鹰超的第1名 是整个的英国各种联赛当中位居板手第1名 可以看出实力的差距是非常的巨大的 但是这个牛津联队上一场来对阵这个布莱顿的时候呢 是以4比2赢得了布莱顿 对这个团队的士气啊会有一个非常正面的提升跟鼓舞作用 而且呢最近这个牛津联队呢状态是非常的火热 所以回到主场的牛津联队呢是会全力去打的 而且这场球很有可能能进球 我们来看一下阿珊娜这一边 阿珊娜除了这个排名以外啊 我们看一下他的细节 一个球队目前这么多场赛事这么多的联赛 我们能看到 而且包括世界杯 我们能看到更有未来的这个球队呢 是在防守上 进攻封线啊是特别重要的 这两个点 进攻的封线现在各大赛事呢都在争先的去抢人 就是有比如说哈兰达或者说是姆巴佩啊 这种特别强进攻的人呢 就每个队都在找啊都在寻球 另一个就是防守 防守最重要的就是球门 一个好的球门可以基本上能够 占据整个防守二分之一的力量 所以呢球门以及后卫啊 这个防守呢是特别重要的 阿珊娜在15场比赛里面 只丢了11个球 其中有9场的赛事呢 是零封对手 这个可以非常足够的说明了 阿珊娜的厉害啊 防守加加他球门的厉害 对吧 我们回看切尔西 以前切尔西的厉害呢 传说中的切尔西就是 他的阵容是一个百大八 就是在禁区那里呢 有很多的这个防守 防守能力都特别好 一旦有机会再去反攻 所以阿珊娜 他的防守是非常出众的 我们看这场比赛 哪怕是说阿珊娜没有 特别大的这个进攻的步阵 也有可能 在防守上呢 延续他的这个习惯 所以呢这场球 阿珊娜是可以做的非常好的防守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进攻 进攻这边一般强弱之间的对阵的话呢 强队事先领先两个球 来确保这场比赛的基本上取分的这个态势 所以阿珊娜这边呢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会比较快的去拿进攻 就进攻这边也是某种程度的防守 因为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对吧 如果你能够先拿下一个球的话 那就说明这么这段时间以内 你的防守根本就不存在问题了 好那我们看一下 我的感觉阿珊娜先领先一球或者领先两球 对吧 然后呢 牛津连队这边呢 因为他的这个最近的状态比较好 所以他很大几率也会进一个球 甚至上一场是4比2对阵 布莱顿 所以进一个球呢 是不太奇怪的啊 除非特殊情况阿珊娜压着打 对不对 所以这一场的话 我们要出一个0比2的比分 然后呢 比分这边还要考虑一个1比2 然后呢 一个1比3 这是基本上的这个比分的预测 然后呢 盛平富呢 是推阿珊娜客场的胜利 好不好 这条片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